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David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能否请您给大家讲一讲 川普税改到底对咱们湾区的这些华人家庭会有哪些影响 比如说有哪些好处啊 然后可能对哪些家庭有不好的影响啊等等 那要注意什么 川普的税改呢 因为他其实是把一个派放大了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受贿的 但是据统计就是大概有7%的美国人会是受害者 这个受害者就是几个州 纽约州 加州 这些州呢 他要比较高州税的州的那个人呢 就会比较受影响 特指民主党州吗 对 就所谓的蓝色州 对 这是Blue State 然后呢 尤其是对湾区来讲的话 那个影响比较大的事 因为什么 因为湾区的房价现在很高 生活会很高 还有就是说 Engineer的收入一般来讲都不错 就是至少都十几二十万 然后夫妇两个人的话就三四十万以上 甚至五十万 如果再加上你有一个Real Estate Real Estate最近又很好 那个火红 然后租金又很多 所以变成他们的收入就蛮多的 而这些人的州税 你看州税是13%啊 比如你赚五万块钱 你如果赚五十万的话 13%就六万多的州税 对不对 那如果是说你又再加上那个 Property Tax 那么 比如一栋房的草说也有四几万 也有一百多万 那就假如说一百五十万乘以1.2% 那么不是就一万八吗 所以总共加起来将近十万块的 州税跟那个Property Tax 那么只能抵一万块 那这些人呢就很难用那个税率的减少 来怎么样来弥补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有可能就是一个就受害者 就说实际上税率的减少 跟他们在这方面得到的这种损失的话 那就差很远 对所以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那我大概算了一下 我大概算了一下 因为我有很多小孩 我把每个小孩的数据都拿来算过 对 所以大概在二十万单身 到那个四十万夫妇 就是二十几万到四十几万的这一些人 有可能是受害者 但是呢 因为这中间太复杂了 比如说他有没有孩子 他是怎么样 就会有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关系 那基本上会受影响就是这群人这样子 OK 因为这些人才付得起1.5M的房子嘛 对对 那您觉得对于 因为湾区这个地方的比较典型的家庭结构 就是工程师的家庭 对工程师家庭还有哪些影响吗 工程师家庭还有一个就是AMT的那个就是Auto Minimum Tax 就是所谓的替代最低税 哦 AMT的税是这样 就是你平常算一个税 你所有的什么你前面的 Auto Minimum Tax 就是各种的结税的优惠 他会把它加回来 AMT 就是Auto Minimum Tax 对就是所谓的替代最低税 在台湾叫做基本税 哦 对那这个基本税就是你 你会加回来然后重新算 那他AMT这次呢本来说要去除了 因为AMT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就是而且很不受欢迎 那他们这次的做法就是把AMT的免税额提高 然后呢他那个AMT所谓的非少 就是因为你的收入在多少以上的人呢 你就是你很多东西都没有了 那很多抵税都没有了 那那个呢他就把它换换 所以呢这次呢就是AMT他有做了一些好处 就是比较那个 所以对湾区的那个的Engineer 其实AMT最大的项目是ISO 就是 能解释一下 就是Intensive Stock Option 就是你的股票的Option 你公司不是给你股票 就是说他给你说你在给你的时候是 比如说是50C 你将来公司上市以后可能变成 像Google的话变成700块 所以这个中间的差额 就是一个AMT的一个Item 所以这个AMT呢当时呢如果说 算出来的时候会影响工程师 那但是现在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所以对公司多多少少还是有好处 但是还是有限制啦 还是有限制这样 那现在新税法对这一块 就是AMT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呢 新税法对AMT它放松了一点 所以对Engineer是有一点好处的 就是比起救法还是有好处 那比如说我们家拥有 我公司价值100万的这种股票 那新税法情况下我的好处 如果咱算一笔账的话大概是多少 因为AMT的税率是 以前是26跟28% 那我看这个税率并没有改 只是说它把那个免税额提高了 对Engineer还有一个影响就是 现在那些大公司给很多好处 你在家里你可以有免费的午餐 不是吗 你还有什么你的那个 还有车子来接你公交 什么什么那些 那些很多现在都是taxable 比如说本来你搬家有嘛 比如说你公司hire你过来 你从那个纽约搬过来 不是他很多的那个搬家费 都是免税的嘛 现在全部都要算税了 所以对这些人多多傻傻 还是有影响的 因为什么他要把税率降低的时候 他的税机要增加 不然的话他那个影响很大的嘛 所以他现在要把税机增加 怎么样增加税机 就是减少 deduction 就是减少那个可以扣底的金额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多多少少是有影响 是在这方面 比如说还有一个例子 本来这公司派你公司补助你去那个念书 不是有一个五千块的免税额嘛 现在这个也没有了 对 所以这个很多的那个 或者是说本来什么保险啊 什么有很多那种好处 现在都没有了 对 所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就不把这个 Engineer这个行业 列为所谓特殊行业 那个是当老板的Engineer 不是当employee的Engineer 就是开公司的时候 你有个好处了 对 不是当employee的Engineer 那当employee的Engineer 现在有一个可能就是什么 因为公司现在不是省很多税嘛 他的税率从35%到21% 他现在有很多的现金啊 也许他会拿来当bonus 给那个员工嘛 所以好坏也很难讲 听说Google已经是发了钱 对 就是说 发了红嘛 他就是 他就是为了要弥补你这个的 他可能会弥补你在税上的损失 所以他才可以keep这个员工嘛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难讲说是 因为他这个太错终复杂的关系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 真正的影响有多少 但是 数字放到税表上去 就会出来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要知道的话 就是要去做一些规划 就是把数字真的放进去了 那就看看你说 他到底真正的对你影响有多大 好 所以这个是 就是这样子 谢谢您 不客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